西湖小峰局有着要保障民众的安全 立正特别来到北方的南昆新台天府 各班的红会选择卫党 有这各班的第3救灾救护大队 特别来估计到亲自冲冠有限的方式 让家庭担到小朋友透过到体验的方式 认识到卫会去环港基顶顶 小峰安全地下 除了检查到会在发生 也能让大小朋友不用到经常的放在关联 来到北方的南昆新台天府 可以看到很多的消防车停在现场 这不是什么救灾的状况 这其实是消防局特别旧班的 红会选择卫党 由第三救灾救护大队主班 整个情组冲冠有限 让大人和小朋友透过观察 体验并合适各方的消防地市 台南市消防局 在第3救灾救护大队 在这边 顺便借这个机会 办理我们119 扩大防火宣导 那我们今天呢 有设计很多有趣的一些 体验活动 像那个保龄球 像那个夹娃娃机 那我们希望说呢 藉由这样有趣的这个活动 能够把这个消防尝试 伸直在这个小朋友 还有这个民众的这个心理 那这是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 最主要的目的 这次除了常常看到的灭火器 和CPR提案以外 消防局也有 特别整个缓降机的操作 会特别安排这个提案 就是因为如果有以外发生的时候 民众可以靠自己来使用 所以我们还将机这个关卡 就主要是让小朋友在体验 当他必须一个人操作的时候 去了解那个缓降机 自动的自动 那个缓慢感 因为其实真正在操作的时候 是一个人 是小朋友一个人 不可能让大人抱着小朋友 去使用缓降机 那大人其实也会怕 那我们今天 借由这个活动的时候 让小朋友借由玩的方式 去了解缓降机 其实是一个很安全 当然我们如果可以 以走楼梯的方式去避难的话 当然这是会比缓降机更好的选择 这次整个关卡都非常特别到处备 除了让小朋友算得非常欢喜 家庭也非常困难这次的活动 可以让大人和小孩 都不用借口的风载观念 带小朋友来 认识这个消防 然后一些救灾 安全 让他们体验一下这样子 让他们有那个概念 消防局就是希望 透过现状专业的消避到感慨 让民众可以了解各行的风载地势 不让民众的死亡在上岸转 记者郭博弈幫忙哭 蔡翁博德